明星在评论里时时刻刻,都在慰护着自己光线亮丽的形象,他们需要千条万选出符合自己的作品,也需要数十年如抑郁,得保持着自己的身材,除此之外还有说话方面,因为身为公众人物,的他们在说话方面,经常会被大家放大, 而且他们自己或团队,也难免出于各种需要,会竭力否认或保证什么,不过千万不能说出一些大话或者比较矛盾的话,因为这样很容易就自我打脸了,例如最近上了热搜的大S,其实该视频就是很小的一件事,某节目中浮原来问大S,为啥不吃虾,大S表示,因为不爱包虾皮,而大S的这番言论,让不少网友, 觉得她公主病上身,所以该事情就在网上发酵了,有趣的是王小菲看到网友的言论之后也特地发文,怒对了质疑大S的网友,简直是实力护气,而且又世上没一波热搜,这两口子真是玩得666,其实小编关注的点不太一样, 因为记得貌似大S早在六年前,就表示过自己不吃虾蛋糙爱包虾给人吃,所以你到底是喜欢包虾呢,还是不喜欢包虾呢,这真是自我打脸了,牛蒙蒙因想象清纯一出道,便有了小张曼玉之称,不过是夜深多年来她却发展平平,但是她的绯闻可不少, 例如跟李晨,韩庚等人,而最被大家熟知的应该是早年她和张默那一段感情,因为她实在是太打脸了,早前牛蒙蒙在某发布会上自称爱上了张默且已经见过对方家长,结果才过一天,张默就通过工作室在网上回应说,别闹了,你保重,521我单身,这实在是太尴尬了,林志颖因为说大话, 而自我打脸的事情就太多了,随便举个例子,早年林志颖在网上上晒出了自己去法拉利总部参观的照片,谁知道没多久就有网友指出林志颖参观的只是博物馆而已,更不不凑巧的是柯比也在同一时间去了法拉利的总部,而且看起来确实跟林志颖去的不是一个地方,只是说她的牛皮吹得太大了,吴克群也是有才华的一位歌手, 2000年她参加选秀出道,随后退出了首张个人专辑,说起来和她几乎同时出道的还有周杰伦,或许也是因此她在暗门和周杰伦较劲吧, 在面对记者的时候吴克群曾经扬言要在五年内超越周杰伦,不过结果大家都知道,他俩从出道开始到现在都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歌手,所以吴克群也改口说,不再以周杰伦为目标,真的是自我打脸了。 早明有网友在网上弄对张芒,说,她是丑霸了的整容鬼小三,对此张芒回应说,丑,是,整容,是,小三,不是,不过前段时间张芒发微博承认了自己是刘雨昕家庭的小三,并向她道歉了,只能说她这波自我打脸还真够精彩的, 也幸好刘雨昕被忍无可忍的情况,下班出了自己军人的身份以及军官保护法,自知不能把事情闹大的张芒,也就只能乖乖道歉了。 七位早年的时候曾经说过,自己绝对不会接受异国恋情,谁知道还是自我打脸了,不过对此七位也勇于承认,即便被自己说过的话砸脸,她还是选择了如今的老公李承轩, 可震东早年面对镜头的时候,一脸正气的输扣毒品发泄压力完全没效果,还不如跟朋友好好聊天,之后只能为自己打脸了,自我打脸打得最疼都当属他了吧。 早年她对网友公开放话说,有本事阻止我来内地,或许她根本想不到,我们网友的力量会这么大,真的阻止她了,本来那为她的事业是越来越好, 这只能怪她自己选择猪死。